嗨各位观众大家好各位听众啊就是我们今天同时啊 于这个休斯顿电台的呃时代华语听众朋友呢 同时直播那么今天呢股市呢涨跌互建道琼指数再度第二天的占上了18000点 S&P500首次占上了2100点应该是自去年7月份以来首次占上2100点 但是纳斯达克呢确实跌了0.4%左右 主要原因昨天的IBM业绩有所拖累啊 Netflix的业绩呢也是可以说是非常糟糕 大会我们会讲到这个个股 那么今天的高盛的业绩呢应该说比较差 但是零涨这个金融股上涨啊 所以金融股今天的表现非常好 而且油价的也从昨天的基本上37块钱的涨回到41块钱啊 涨跌互建的行情已经出现了 那么杰老师来跟大家说一下吧 今天的行情怎么样 行那么我现在呢跟大家呢简短为要的就是说那个分析市场 目前来看的话呢标普500的这个走势啊 可以说稳步的像2100点这个上方呢进行一个运行 今天盘中啊我们看到整个这个市场呢 这个波动还是蛮大的 那么空方因为我们可以说一路上来的话 紧接着就可以说是面临着前期的一个主力点位了 那么这个主力点位的话呢 是2100点这是一个市场的一个心理心理的一个主力 然后呢技术上的话呢是2130点和2110点 那么这个这个主力位啊目前来说比较密集 所以说呢我们看到市场呢向上推动的同时 我们也看到了这个空方啊也在积极的介入 那么获利回吐盘呢也时常的出现 那么从整体上来看的话呢 就今天我们在我们的这个盘中和我们的学员呢 通过这个实盘直播的这个方式进行交流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是跟学员这么分析的 就是说目前来看的话呢 市场只要不是说所有的板块都同时涨 或所有的板块都同时跌的话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现象 说明了资金轮动还是非常的明显 那么从这个板块转到另外一个板块 那么如果说你投资者手中的一些个股 如果说今天的这个行情没有没有什么起色 或者是说出现了一些滞涨的一些行情来讲的话呢 大家呢不需要不需要慌 那么我们就可以等待这个资金呢 再一次流入到这个板块当中 那么一些就是说稍微滞后的一些个股的话呢 应该会出现一个补涨的行情 那么整体上来讲的话呢 像今天这个盘中标普也是一度的被空方打压到这个平函的一个下方 那么随后呢 我们看到这个尾盘啊还是有这个买盘的一个积极介入的 那么从技术上来看的话 趋势和节奏呢 我们仍然是继续的向上去分析也好 说操作也好 逢低呢 我们仍然是继续的去可以去介入 整体来整体上来讲的话呢 市场在一次啊 似乎啊 似乎是要一气合成的把这个2130点 这个这个前期高点啊 要给给突破才行 那么从目前的这个金融金融板块 那么可以说 刚才温尔老师也提到了这个Goldman Sachs 今天呢 业绩虽然报的不好 但是一个低开高走的急速运行 说明了整个市场对于金融板块的这个 还是这个前景啊 或者是展望 仍然是看好的 整体上仍然是继续的往上去看 那么可以说金融金融板块的话呢 它是处于反弹的节奏当中 还没有出现反转 所以说对于日后的日后的市场来讲的话呢 似乎还有上升的空间啊 所以说对于我们短线 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讲的话呢 我们继续持有这个手中的一个多头啊 就是了 那比如说像那个纳斯达克指数 今天啊 它是赛大指数整体上 澄清出一个涨跌互线 纳斯达克指数呢 下跌 跌幅呢 是0.4 那么昨天呢 上涨是涨幅呢 是0.44 今天下跌0.4 可以说整理昨天和今天的盘势呢 就是一个震荡整理的一个节奏 那么从技术上来看的话 那么目前我们还是认为市场的 纳斯达克这个板块还是做一个获利回吐 那么尤其是以它的生物科技板块为主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个IBB或者是LABU 我们之前所关注的一些ETF 今天呢都出现了这个不同程度的一个调整 但是呢从技术上来看仍然是在这个均线的一个上方 那么从节奏上来讲的话呢 我们仍然是继续的向上去操作的 因为呢短线上没有出现破位的这个节奏来讲的话呢 逢低仍然是可以进行介入的 但是多低什么样的点位 我还是希望呢大家呢继续关注我们中文投资网 在这个盘中这个VIP当中呢 我们对一些个股的一些点位上的一个分析吧 那么整体上来讲的话呢 今天我们看到这个黄金这个涨幅非常的大 吴尔老师的这个NUGT的话呢 再一次的创出了新高是吧 是待会儿还有位这个朋友呢 在微信上子明道姓要找杰老师 怎么样 就是关于 anyway现在我们来说一下 我们是ChineseFM.com可能大家休斯顿的电台的朋友呢还不知道 网址呢是ChineseFM.com大家可以加我微信呢 获得一个买股票收租金的一个PDF 因为今天NUGT刚才杰老师已经说了 最高呢达到就是91块钱 昨天呢我销这个covercore在91块钱 也就是说我的成本呢大概在5354 我已经翻了一个倍 而且呢还在收租啊 所以从一定程度上 我真的发现投资朋友炒股呢不需要就是有那种恐惧感 觉得我什么都不懂 一进来可能会被鱼肉啊 那么我觉得就是大家找稳一些啊比较好的ETF 比如说今天呃我们的呃纽约客户代表在微信上说 有一位客户在71块买进这个NUGT 没有卖出这个covercore现在是不是该出掉 我觉得呢呃可以考虑在90块获利了结啊 然后呢再找机会 那么从71到90来看我们已经获得了接近18块钱的利润 那我的方法呢是买进股票 我的成本大概4万块钱 然后呢现在已经到了90块钱的话 已经是呃7963大概在6万5千块钱的这个principle 减掉4万块钱大概已经有呃两万多百分之五十的回报率 第二呢大家可以呃就是通过每个星期或者每一周啊 每个月啊sell covercore的方法 那么前期呢也跟大家讲过一月份我推荐了LABD 这个看跌黄呃呃呃这个生物科技股三倍的ETF 当时呢是从呃30块钱吧涨到90块钱 二月份我推荐了NUGT 从39一路涨到今天的90块钱的高位 呃上一星期呢 我推荐了一个USLV 三倍白银的ETF 今天表现非常的棒 呃可以说是最近的一只很牛的一只股票 所以大家可以关注 那么有一位朋友呢指定要找杰老师 当然这个也不是说我不是BIOS 他非要找你说今天怎么样啊 那我今天就是他说王老师好 我在2块4进了DUST7000股 今天已经跌到了1块9 比较难懂 因为我认为经济好股市好 黄金不会涨太厉害 你认为我应该割肉吗 我好犹豫啊 可以我资讯一下杰老师吗 谢谢啊 杰老师来怎么回答一下 今天给你出难题了 比如要整天来损老王了 呃 这个没事 这个沃尔老师呢 天天挖坑 给我挖坑的话 我天天给你添上就是了 呃DUST啊 呃可以说呢 这档股票呢 我仍然是持有啊 他的这个这个多头的一个头寸 目前来看的话呢 短线上是出现局部破位的一个节奏 呃 呃短线上是超卖了 但是呢 呃底部的信号呢 还是不还是不明显 呃那么主 合理的这个主力啊 他是在2块1毛5 也就是说目前呢 今天收盘价的是1块9 那么如果说这该股呢 要出现反弹的话 起码是可以反反弹到2块1毛5的 他的成本是多少 2块多少 啊 2块4毛 2块4毛啊 应该没有应该没有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那么短线上的话呢 从几从技术上来看的话 呃之前在 之前这个 在3块 在4块钱 2块7毛5到4块钱 那个整理的过程当中呢 呃 倒是有点像这种头肩底的一个左肩 啊 那么目前来讲的话呢 左肩完成呃 现在开始去做一个一个一个头部 那么当然了 这个头部形成的过程当中肯定是比左肩要低的 这个点面要低的 所以说呢 呃 目前来看的话 在没有呃 明显的这个警示信 这个多头的这个警示信号出现之前 我们仍然是继续观望的 因为我们除了你之外啊 在我们这个VIP当中 之前仍然是有很多的学员呢 在问啊 什么时候DUST能加仓 那么我我给的回答呢 就是说继续观望 因为呢 没有看到明显的这个底部信号的一个出现 那么当如果说 当底部信号出现的时候 你在进场的话 它就其实就是一个节奏性的一个扭转了 那没有 如果说你根据这个目前的价位 比如说两块多 或者是三块钱 你举的便宜啊 你想去进行一个呃 一个一个介入的话 那非常有可能 因为你时间这个timing不对 那非常有可能你买完之后 就像现在所出现的这种状况一样 还会股价呢 还会持续的走低 那么 因为当然了 我的成本是在三块多 那他可能是认为啊 我在两块比这道是便宜一块钱 那么我买入七千股 应该是差不多了 大家呢往往有这种有往往有这种思维 呃是属于看股价啊 来不看但是不看这个这个技术面 但是呢 为什么你不等这个技术面好转的时候呢 你再去进场呢 那尽管我们捞不到底 但是呢 我们知道他什么时候反弹 这是最好的 那如果说对于左侧调整过程当中的个股来讲的话 就会出现像你这种状况 认为股价比较低了 我去进场 但是呢他仍然是在一个左侧的运行当中 那对于左侧来讲 我跟我们学院也是啊 对于左侧谷来讲的话呢 呃 他是没有支撑的啊 那也就是说他一路调整下来的话 每一天的低点都有可能是潜在的一个低点 但是呢我们这么去介入左侧谷的话 往往是在做一个猜理的动作 所以说我并不是非常的赞同 所以说我 我喜欢呢是操作一些这个右侧谷啊 那么在这里的话呢 跟大家呢 进行一个 一个技术上的一个交流吧 那么对于目前来讲的话 DUST来讲 呃 我觉得在观察 在观察几天吧 呃 合理的波段阻力的话呢 是在2块2块8这个这个点位 也就是说 该股一旦出现反弹的话 2块8是可以到了 那你的2块4的话 其实里外里还是有20%的一个利路 只不过现在呢 你暂时的出现了20%的一个亏损 是这样的 再忍一忍吧 呃 我觉得现在到我是买进DUST的时候 因为我如果买进DUST 基本上就我已经获利了结了 这个NUGT 对不对 然后我可以把我的2万多块钱的利润 全部买进DUST DUST 然后呢我继续持有NUGT 等于两边都平衡 无论怎么走 都是可能就是这个利润肯定所定 而且我两边都在seal cover call 啊 大家想一想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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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 啊 因为我觉得这个我做过DWTI 呃 120跌到80的时候把我吓坏了 因为和这位朋友一样 这种三倍杠杆的ETI非常火爆 然后呢我就买进一个UWTI 两边锁定以后呢 当一个方向开始这个DWTI直接涨到400多的时候呢 甚至在150 180的时候我加仓了DWTI 然后呢 呃最后呢 280 300 我我忘了 大概去年8月份的时候做的 可以说最后把UWTI止损出去 所以我觉得可以进一些啊 你NUGT至少你止损了 就是把这个位置给锁了 那么今天在ZERO Hedge里面也讲到了呃中国啊呃 刚刚我在微信上看到哈就是上海金定价盘诞生 黄金市场倾听中国声音也就是说中国的这个第一个黄金交易市场就是有我们有伦敦金纽约金 香港金已经有上海金 那么也就是说黄金市场今天的大涨会不会与中国的定价有相当大的关系 因为在ZERO Hedge我也看到这篇文章 也就是说以后黄金市场呢要听中国的声音 而中国的这个买盘呢是非常凶猛的 呃所以这个请大家注意 另外呢还是我讲的一些方法 投资朋友可以通过sell cover call 的方法 就是等于你有一栋房子 大家想想其实NUGT呃我已经这个股票对我来讲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好 而且我觉得在周六的这个San Jose的讲座我也给推荐给大家 就是两大投资机会啊 其中讲到这个NUGT的话可以通过买进股票sell call 然后每个周每个月啊稳定的赚钱 也不是说每一个股票都可以sell cover call 哇我觉得sell cover call 一定是有技巧 呃我这个周五呢有很多股票 像WTW Groupon 像这个LABU都被call走了 啊呃所以这个的话我总结出来 这个sell cover call 对大家非常有帮助 我觉得如果买进一只股票没有任何的保护 或者说呃是没有用的 第二呢我想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Netflix昨天呢有很多朋友呢 在微信上祝贺我啊 说这个老王你昨天在106107放空Netflix今天到96 从这个图形上来看今天这个股票5550的成交 基本上直接砸下了最低点 所以我今天还加仓了 这个Netflix的puts啊 今天大盘应该说涨得不错 啊我觉得呃谁笑在最后 谁是最大的赢家 因为最终我们可能TVX 可能我们的那个呃这个WIN的puts doesn't work 但是我们如果说Netflix能够翻身的话 那全部清仓以后我们可以推倒重来 所以我觉得投资朋友可以考虑 像我们一样做一个组合 像美股富豪一个组合 我怀疑我的WIN呃 可能不会有太大的 不可能每一笔都会呃成功的呃 但是如果给你抓到一笔的话呃 这个这个Netflix啊 我觉得呃 从PE ratio来讲太高了75块钱是比较合理的 一个位置 整个的business正在遭遇亚马逊的竞争 遭遇这个其他公司的竞争 然后这个成本越来越高 那么整个的growth正在减缓 这个时候我看这个七十八十块钱 是非常稳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我们加仓的一个机会 如果到八十块钱的话 我们从现在这个位置 九十三到八十还有三块钱的利润 也就是说我可能会产生 超过两万多的 如果整体的这个option的一个一个机会 那么我们把WIN呃 这些亏损都赚回来了 好 所以呢 呃大概呢我希望大家加我微信呃 电台听众朋友呃 呃有机会朋友说 哎老王你怎么还没给我 如果pdf请大家等我一下 我的 微信群呢已经有超过一百位朋友呢 正在等我的认证 那么如果呃 定台的听众朋友可以加我微信 汪人王二零零八 我们有专门的服务人员呢 跟您来讲这个sell cover call的机巧 对于那些不懂股票 啊 不同技术分析啊 我教会你一个很好的方法 但是 还是我讲的 呃大家我并不是一个投资顾问 我并不是推荐股票 我也不是希望大家跟我 其实 我觉得 呃overall只要你赚钱了 那是ok 但是我觉得 呃肯定在组合当中有 不和谐的声音 有的可能亏损有可能赚钱 但是用pdf 呃对不起 用那个sell cover call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 逐渐 呃 每个月哈 通过这个sell cover call 把自己的成本开始摊低 你看大家想想看我40 53块钱的成本 呃通过sell三次cover call的话 我可以拿回 呃基本上三四千块钱吧 那么三四千块钱几乎是 整个4万块钱的一个10% 就是你在这个sell cover call 已经获得了10个percent 而现在呃这个股票已经增值了 几乎翻一个倍到80块钱 甚至到今天最高到90块钱 53块钱基本上已经接近80%的一个回报 所以通过sell cover call 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那么另外呢 呃这个大家可以加我微信 电台的听众的朋友呢 呃可能还不知道我的微信号 那么请记一下 涡人王2008 啊涡人王2008 如果您加我微信 您需要这个呃相关的这个sell cover call的 培训 我们可以通过网上跟您直接啊 了解一下 因为很多朋友啊 他对期权可能呃这次San Jose的也位朋友啊 他说哎呀我手上有好多好多股票怎么去呃怎么去做啊 我说你有那么多股票有苹果很便宜的价格因为考虑到税收的问题的没有那没有去卖掉 但是我说你可以通过sell cover call来genual income genual income 大家看 今天苹果已经直接跌破了200天线 这个股票你说难预测吧 非常难预测 苹果是一个好公司 大家好像哎呀都觉得苹果是个大篮筹 结果呢苹果的啊股价却是连连败退在这一波上涨 这一波行情基本上是原油金融这两大类板块在上涨 但是高科技股今天盘后英挑的业绩裁员一万一千个人 这是蛮恐怖的 呃一个大一个这么大的公司裁员百分之十一啊 也就是说他大概有十几万员工 但是裁掉了百分之十一的员工 所以一定程度上呃大家可以通过sell cover code的方法呢 来general income 但是我觉得呢有的时候像tvx这个股票就是没有income 呃就是没有这个cover code 对有uvxy我后悔了我应该用uvxy vxx也是有option的 但是就是这个tvx没有那么faz也是有cover code的 所以我觉得呢 这个方法呢是慢慢慢慢能够帮助投资人积累一些 这个interest 如果一年下来你想想如果你能够general两万到三万 你的成本几乎是零啊 对 等于是免费买股票 所以大家要把这个事情呢当作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 而且是稳赚不赔的交易 好啊 呃就是呃微信号是 我人王2008 WARRENWANG 热线电话18009588561 欢迎大家拨打电话 我就送回送给大家pdf 大家要非常严肃来对签这件事情 因为如果说你看不懂也不明白 那欢迎您拨打电话啊来来预约 但是呢呃如果你不是太serious 觉得哎呀这个好难啊 这个怎么样 我觉得呃可能进步会不大的 好吗 谢谢呃 建老师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好的 那么非常高兴哈 大家呢能这个非常积极的和温老师呢 通过这个微信呃来进行一个一个交流 我我们也能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呢 就是说进行一个反馈 那么也希望大家呢能多多的关注我们中文投资网哈 好我们希望呢在我们这个VIP当中 跟大家呢呃进行一个实时交流 这是最好不过的了 好那么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美股富豪节目 我们明天再见 好拜拜